10點35分 我們繼續第二節 剛才聽了很多電話 一個是英國 兩個是大陸 現在我們大陸都有很多聽眾 大陸多聽眾是一件好事 證明國內自由開放的尺度越來越大 今天在立法會門口遇到一個廣州 我在拍照 撲過來簽名 然後說 哇 終於在這裡見到你了 在立法會 在立法會 真是好笑 很有趣 其實我們長毛經常說 我們爭取香港民主 其實都要為中國大陸爭取民主 只是香港有民主就沒用 沒有意思的 作為一個中國人 真是的 香港很多人就是 總之我有民主就行了 我就知道你大陸有沒有 帶動他氣氛 你幫忙 現在整個大陸社會開始開放 那個自主意識開始抬頭 任何一個公民社會的形成 都有一個過程 也是由經濟決定的 這些也是馬克思當年的基本理論 你看到經濟去到這個地步 你給人私有財產的時候 你就不能不給他政治的自由 接下來是必然的 問題是看你可以控制得多久 有朝一日你自己的領導人都會計數 慢慢慢慢就沒有留 好像當年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 這個掌經國民明白這個道理 就是他知道已經是 你沒有辦法再用國民黨那種威權統治 你做戒嚴都不行 所以在他晚年 就是他1988年死的 八七年就已經解除黨禁報禁 這個就是一個 一報禁和黨禁一解除之後 整個社會 我記得我們八十年代後期 第一次就是台灣 剛剛解除黨禁報禁之後 第一次的選舉 我們去看的時候 都很驚訝 就是這麼迅速 然後我們每隔一次選舉都去看 那個的發展是非弱的 所以那個的 他直接將民間的力量適服了 這個很重要 台灣有很多人忽略了社運的貢獻 你明白嗎 台灣那個社會運動 包括婦女環保運動 同志運動 公運 他在八九十年代 這個社運 對那個政治影響很大 民進黨能夠上台 都是由於這個社運 他那個結合的 是啊 因為那個被壓迫的社運 我們香港就大件事了 社運呢 搞這麼久 到最後社運 要獨善其身的了 他又不想和政黨混 要這樣 那個力量就不夠大 你明白嗎 當然 你和政黨結合之後 可能都有很多後遺症 但是你香港的政黨 不肯投身的社運 你在香港過去 這麼多年 最大的那幾個政黨 只是在議員說話 他們不肯投身的政運 那個社運 你不和台灣民進黨 那個和社運的結合 這個是香港的民主發展 和社運動發展的不幸 就是台灣的婦女運動 環保 同志 公運 你看八九十年代 當民間力量釋放之後 整個社會 大家如果有台北市 那些交代 就是環保 我們上次訪問 有一個叫做主婦聯盟 開始做的 到最後 逼到你台北市政府 就直接是立例 全部要做 那現在整個台北 我們香港現在想做的事情 人家已經在那麽多年前 已經做了 是吧 你現在去這個 那些社群買東西 膠袋 麻煩你給錢 是吧 給錢 你說不要膠袋 多謝你支持環保 是吧 人家已經形成了一種生活習慣 喂 有什麽這麽難 台灣的婦女出街吃飯 自己戴筷子 是呀 戴膠袋 那些主婦聯盟 自己戴膠袋 因為我們有個節目 都開始推廣這樣 你戴那些膠袋 不要再用木筷子 不要再用木筷子 是呀 膠筷子 自用筷子 自用筷子 如果你用木筷子 你自己戴大筷子 不要浪費一些木材 是呀 所以有時候 台灣很多年 這些事情是一點一滴 一點一滴這樣做的嘛 用口來講 是什麽用 人家說我又關心環保 我又什麽環保 你無法身體力行 就很難搞 老實說 只是一個膠袋 你搞到現在 是吧 一講到膠袋 稅就搞幾種意見 是吧 所以香港也是很難搞的 我告訴你 其實今天我們都可以講一下選舉 不要講我們自己 我們就老實說 真的 剛才一位聽眾說得對 高興三天就好了 是吧 我現在每天都在抹汗 我每天都在抹汗 我每天都在抹汗 給觀眾知道 其實我們已經開始很多具體工作 正在談 昨晚我們幾個坐下都在談 成立聯合辦事處 在立法會上 我有政策研究 然後怎樣去找人 分工 我們現在要做些青年工作 青年培訓工作 大舊已經在想著地方 是不是在找著地方 我都呼籲有些青年 我們在想著賺錢 是吧 還有青年朋友 如果有興趣 從事社會運動 或者是從政的 我都歡迎跟社民聯絡 我們都開始留在一些培訓計劃 我們現在在想著 希望最快在今年年底 整個計劃都能量出來 有地方 有錢 歡迎那些有志青年 特別喜歡跟我們一起玩 那你就可以來上課 是吧 實雅實始的 你一定不會變成了陳克勤 Fly my bless 一定不會的 我告訴你 一定不會 我們不會沒樣 為什麼陳克勤這種人出來 不是的 那些只是聖理的 都會看著鏡頭在那裡笑 經常叫人搓你的胸 是吧 就是 英文 社民應該開一個英語班 不可以 英語會話班 不可以 香港英語會話班 先發普通話 普通話 普通話 你沒什麼理由 無緣無故說英文 有時候訪問 有時候說英文 有時候記者會問你 我們有時候都會回答 是吧 一句起兩句子 那都沒有問題 不過實在太醜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他這件事 我都不怪他 那些人現在拿來當爛劇 是吧 我是覺得他整個人的表達方式 還有你選擇做立法會議員 這些人也是立法會議員 你明白嗎 你那個 三十多歲 是吧 但是你有多少資料呢 那你現在看他真的沒什麼資料 你看他在那裡指控 長毛你就知道他沒有資料 在那裡拼拼 偷換概念 斷章取義 那你就好 開一分鐘會就走 那是稀弟